这应该就是王爷说的挡烟版吧 冯府灵堂突然起火 王爷竟然为了我不顾危险冲进火场 还在韩少叔面前护着我 幸好我没有辜负王爷的信任 我已验出那几位看似意外身亡的大人 都是在如归楼被投一种行凶手段害死的 我还发现了王爷的一个秘密 不过 我会为他保密的 分了泪的眷策家 这是监视纪录 好大的手柄 这会是谁啊 公首府 王爷 王爷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绘制许如归的画像 方便发文书通缉 可是 你今天不是第一次见许掌柜吗 就见这么一次 就能把她的样子画下来 嗯 秦伦 陛下 老奴在 老奴在 再说 够奴才 怎么回事 陛下 这个新来的是谁教的 都给查查队不理用 陛下息怒 规矩没交好 该打该罚 全是奴才的过呀 还归这干什么 按眼 拐将军 哼 痕 陛下 您息怒 老奴这就把这儿收拾干净 秦鸾 你方才去哪儿了 鞋底下沾了几根胡子 胡子 陛下不是胡子 是老奴的碎发 陛下召唤时 老奴正在修鬓角 想必是匆忙换衣服的时候 不慎粘到鞋底上了 污了陛下的眼 请陛下恕罪 罢了 谢陛下 陛下 时辰不早了 明日宫里还要举行查验 查验 你不说朕差点忘了 明日你亲自去趟三法司 传朕口谕 无论萧锦鱼手上有什么公务 都得来参加 他要是不来 绑也给朕绑来 再不找个机会 让他和群臣缓和一下关系 朕还真怕哪天有人把他给吃了 遵命 简直一模一样 王爷 你真是太神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还是觉得 这个学长柜长得有点怪 怪 哪里怪 我也说不出来 白天见到他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总感觉 哪里有些别扭 别着急 好好想想到底是哪里别扭 怎么了 我知道了 他长相怪就怪在 好像是被人拼出来的 拼出来的 对 虽然人和人的长相都不同 但是生在同一片地区的人 长相都是有相似之处的 就好像有个大智的母子 西域人 有西域人的母子 岭南人 有岭南人的母子 长安人有长安人的母子 可这徐掌柜的脸 不属于任何一个母子 他这脸 就好像是把很多的母子 打碎了一样 各取其中一个部分 拼到一起拼成的 我这一路从乾州到长安 哪里来的人都见过 可从来没见过什么人 是长这样的 这可太怪了 如果是他的父母 或者是祖辈 有其他地区人的血统呢 那也不会是这样的呀 就像驴和马生出来骡子 骡子既不完全像驴 也不完全像马 但是不管是哪个部分 都既有驴的影子 也有马的影子 他这张脸 就好像直接在关内人的脸上 踢上了 岭南人的眼睛 胡人的嘴 江南人的额头 高丽人的下巴 这许如归 怕是易容了 易容 天一亮 你就出城 城外有人接应你 你最好放聪明点 要是落在萧锦鱼手里 你知道是什么下场 周将军放心 我与萧锦鱼只有今日一面之约 纵使他有一手神乎其神的画像本事 也只能画出我的一张假面孔 我的这张父母赏的脸 被藏起来的时候 他萧锦鱼还是个强宝中的奶娃娃 就算他现在站在我的面前 也绝对认不出来我 行了 你不吹能死啊 时辰不走了 你抓紧的呀 秦公公还有何分 分分你出去躲一段时间 要是再有什么吩咐 自有人与你联络 徐某 听听秦公公拆遣 许如归平日礼习惯用右手 是 是 看他长期走路的习惯 应该是个懂几分功夫的练甲子吧 练甲子 奴家可从来没听说过 我们掌柜的会功夫的呀 你家掌柜平日礼习惯将钥匙 收在左袖 是的 奴家经常看见掌柜的 从左边的袖子里往外拿钥匙 那他习惯在右边袖子里放什么 右袖 那奴家就不清楚了 奴家从来没看见掌柜的 从右袖拿出什么东西 景大人 你们怎么从外面来的呀 这许如归啊 绝对是属兔子的 一个暗室里面挖了好几个出口 我跟吴江全都试过了 都是通往外面的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看看就知道了